其实作为台湾最大的 最主要的表演场地的这个平台 教育或是宣导艺术这件事情 是两厅院一直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对不对 对 那可能在跟过去比较做法上 我们其实会比较偏重于做行销跟宣传 那借由行销宣传这个手段 我们去教育观众提供他一些讯息 让他进一步去了解那个艺术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所以有没有可能更走近民众 那现在频道上面 其实就是一个年轻族群使用的 非常频繁的 那如果能够跨过这一个 是不是可以开发更多 从来没有接触过两厅院的民众了 就不是只是以观众为出发点 对 所以东燕拍的这一系列 好像有分不同的主题对不对 可不可以请总监跟我们介绍一下 最主要就是有一个Aday系列 就是我们希望介绍艺术创作者 他的点点滴滴 因为一个心路历程或者一个作品的产生 其实中间有很多的波折 那所以东燕这边就是打开那个秘密的门 让民众其实可以看到说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walking 那walking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to go已经两天走出去了 那现在就是让一些民众能够走进来 可是走的方式不是透过一定买票 而是一个形式 我们藉由这个影片里面去看到前台后台 还有所有的去成就一个演出的时候 那些工作人员的付出 还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说剧场到底在做什么 对 讲到walking这个系列 其实我也还蛮长知识的 我真的不知道两厅院有这个部门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两厅院有一个很惊人的部门 Bingo 找到了 曹永坤先生的收场 那个在台湾会听雷飞步的人 一定都是要在国外买 雷飞步不算是一个全球的知名 但是学音乐 就是爱乐者就会知道 他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同时他的演奏非常出色 等等我们就来听这一章好了 黑胶研究是一门学问 要花时间 通常年轻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心情研究这个 新一代人为什么会回头喜欢上类比 他不是回头 而且他从来未知有这样的存在 有一天他发现了 是他出生以来 建构的听觉跟视觉美学所 没有过的经验 全球愿意听音乐 不管心情怎么样都会想听音乐 慢慢想走进去就表示你已经成熟到可以静下心来 只做一件事情 然后不要滑手机 专心听音乐 专心听音乐 留进去那个世界里 我们用这一台 听雷射的黑胶唱机 听黑胶我们都以为它是一个唱头唱壁 实际上有这样的唱机 它是用雷射头的方式读黑胶的勾曲 里面是大概有三个根 我们CDG一样的红外线的雷射头 它就算出每个勾曲的深度宽度 所以还原出声音 所以就用数位截取方式读黑胶勾曲 那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这些馆场资料都很珍贵 如果用传统的唱头去磨的话 唱片会耗损 所以用雷射唱机 我们唱片就不会耗损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两厅院有一个这么棒的黑胶的收藏的中心 而且我也不知道黑胶原来还可以这样读 对啊 总监你有时间走进去那个 丰富的馆场里面享受它吗 非常遗憾 并没有 对 其实这个系列让我们知道很多两厅院 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 对啊 包含我们在拍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另外一个专辑其实很有趣 我们带着天才钢琴家林冠婷去选琴 因为他要表演嘛 就走进两厅院的琴房 是一个常温 然后就是一个恒温的 然后里面有各种琴 他每个都试试看 哪一个琴的音色是他想要表现的 然后再怎么样把那台高级的平台钢琴 运到演奏厅里面 对 跟调音 是需要所有人的灯都打开 让那钢琴在正确的温度之下 去调音 我就边拍边觉得也学到蛮多东西的 所以walking的系列 最主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其实walking就是会打开两厅院的很多的门 那那个门从不同的角度 其实是一般观众坐在 观众型里面是不知道的背后的故事 那这些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专业人员的投入 那我们其实希望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其实随着不同的演出在两厅院上演 东彦也陆续拍了很多的演出的目前幕后 你觉得在执行上面 或是在这一路拍摄下来 有碰到什么比较大的困难吗 我觉得我们比较大的挑战就是 告诉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团队我们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一些 不在原本体制内的事情 我们在创立一个新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行销或者是节目规划 甚至是剧团舞团 我们都要从头讲一遍我们的vision在哪里 因为我们现在要拍的东西 不是要帮你们宣传 不是要帮你们卖票 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要来拍武康威佳 来拍舒逸或文琦或谁 他是久而久之在两年三年以后 我们网路上有一百只关于台湾的young artist 不管是音乐家戏剧或舞蹈 就是他是可以累积的 那个沟通其实蛮费功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管他听到哪里 了解到哪里 他就是跟我们一起做一起玩 我觉得虽然困难 但是还蛮享受的地方 其实让艺术家可以被大家认识 这件事情超级重要的 因为讲老实话在这个年代 我们应该要去如何掌握到 想要看艺术的人 他们在哪里 这件事情我就真的很想要问总监 就是台湾现在的艺文人口 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现在的身态 目前就是说以性别来看 其实女性观众是70% 男生只有30% 男生看比较少一点点 少很多 那那个年龄 以两月的例子来看 音乐节目的时候 我们的人口其实非常年轻 大概是18岁到25岁 是占掉1%以上 就是他还在学音乐的路上 他会愿意进来看 太就业了 可能就是一开始 路社会跟学生 是我们最大的族群 超过50% 甚至有时候有的节目还高到60% 所以这个在国外比较 我们的年龄层非常年轻 因为在国外像你很多的古典音乐 或者芭蕾的场合 你看到的前面 做的都是银灰色的头发的长者 可是在两天我们看到 都是很年轻的面孔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艺术家 告诉我们的 尤其是国际的 他会说你们好幸福 你们有好多年轻的观众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是 很多比较经典的节目的 观众群是老化了 那他们在寻求的是 年轻观众在哪里 可是台湾的现象是相反的 我们是非常年轻 但相对的 我有年轻的观众 但是年轻观众的口袋就不深 所以那一块就变成说 我们有很欢迎年轻的面孔见 但是就变成有一个 一个鸿沟在那边 那其他从是 进了社会的那些人都流失掉了 可能就忙于生活忙于事业 那再来我们其实第二个族群 那个段落会切代50岁以后的银法族 其实我们现在在比较下 银法族的人口也在成长当中 所以就是说两头 那所以很重要一块 我们还要继续经营的就是 那些社会中间分子 对 现在正在忙于上班的 下班时间可能都8点之后的人 对 吸引他们进来看 对 朱姨跟我讲说 他们其实参加杜塞朵夫的舞蹈节 真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嘛 慢慢跳 慢慢怎么样 然后才会渐渐被认识 被知道 所以以后我们手上就有一个 台湾的数位的 影像化的表演资料库 是我对NDCH2CO最大的希望 好 你